各位乡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非常欢迎各位收看民意频道民意论坛的节目 我想最近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家长都关心一个事情 那就是108年的课纲 这个课纲如果实施之后 对我们的学校对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学生 到底有哪些冲击 今天就是要来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来谈谈看 其实每个家庭都有孩子 那这些孩子碰到这些108的课纲 未来要怎么去因应 是不是更好呢 还是更多的困扰 从过去的考试制度 到现在的不一样的一个教学模式也好 升学的方式也好 是不是更好呢 是不是更公平呢 还有孩子真的能够学到更多吗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要探讨这个主题之前 先请各位观众朋友看一段新闻影片 108年新课纲提出素养教育 与过去教师的教学完全不同 规定高中需开设多元课程提供学生选择 则是大大提升办学成本 考验学校办学能力 更是打破以往考试升学的模式 对于教师家长学生皆是新的挑战 108年的课纲实施是一个观念的变革 我想教育不一样 知识就是力量 透过108年课纲的一个实施呢 能够让孩童有不一样的一个学习 多元适性养才 学习共好终生到老 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政策 只要是利益良善 我们政府部门配套能够准备好 整个师资的一个真能也能够做好 我相信未来是翻转的契机 这是新课纲的素养改革 对于一般学校甚至都市学校 皆需卯足全力来应战 对于教育能量较不足的偏向来说 挑战更是严峻 也是学生老师家长 共同需要努力的目标 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师资的进修 还有就是教学内容的活化 以学校本位课程的精神 发展配合108课纲的相关配套措施 那我们也希望培养孩子带得走的能力 在我们现今的世代 孩子可能也许他没有办法是某一方面 很特殊的一个很强势的才能 但是他在面对未来社会的适应上 我们必须要培养他能够自主学习 新课纲改变了整个义务教育的学习方式 这样重大的转变也伴随着强力的隐患 在新课纲的刺激之下 许多高校已经开始与大学合作 共享资源 开设课程以求共同进步 对于原本就教育资源与能量不足的偏乡 在新课纲似乎被边缘化 并没有享受到新课纲的好处 甚至拉大了城乡差距 针对108年新课纲素养导向这个课程 我觉得利益非常的好 因为可以培养到我们的小孩子的自学的能力 培养他的兴趣活用在现实的当中 这个是非常好 但是在设备跟师资 希望政府的单位跟我们民意代表 能共同来争取一些经费 让所有偏乡的师资设备能赶上都市 过去少数贫困的青少年 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 努力读书考进名校 借此翻转人生 改善家庭境遇的故事 至今已经成为神话 对于即将上路的108年新课纲 该如何弥补资源的差距 发挥优势 是从县府到第一线教育人员 共同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记者卢宇凯综合采访报道 从刚才的新闻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学校 在因应108的课纲里面 都如火如荼的在配合在做 那这些配套措施 是不是做得很好呢 学校有没有办法配合呢 那学校配合的能力到底有多少 那未来学校配合之后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孩子 可不可以配合得上 可不可以达到 我们现在108课纲的一个目标 那他的梦标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了解吗 包括我们的贵宾到底了解吗 包括我们所有的议员 他了解吗 可能都是一知半解 包括连我自己 我都不太清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 让大家更了解108课纲 对我们孩子好不好 对我们学校的改变 有没有办法更好 所以要探讨这个主题之前 先来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 四位贵宾 首先第一位是 南投市民间相选出来的议员 赖燕雪 赖医员 欢迎你 主持人 三位贵宾 电视机前的乡亲 大家好 我是广议员 是赖医员 是我们议会 第四小组 也是教育小组的召集人 所以他对这个区块 每次在议会问证的时候 都提出教育的方向 提了很多 但我在想 他对课纲这部分 应该很有研究了 等一下请教一下 我们的赖议员 接着要介绍是我们 普里仁爱国姓 选出来的新科议员 黄世芳 黄议员 欢迎你 主持人 三位贵宾 以及电视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员 黄世芳 是 黄议员也是我们 这一届的教育小组 的一个成员 所以对这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他的看法 能够去了解更多 透过他的看法 提供给我们行政单位 来做参考 这是我们一直 希望的一个事情 所以等一下 来请教一下 黄议员 接着要介绍是 直接面对的 我们108克康 面对的一个校长 就是 普里 红人国中校长 李孟贵 李校长欢迎你 主持人好 三位贵宾 欢迎大家好 还有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红人国中校长李孟贵 是 李校长在办学上面 真的是蛮认真的 从去年 从仁爱调到都市来 所以应该是办学办得很好 所以才会让我们教育处赏识 让他到更大的学校去 那当然在108克康里面 等一下请教一下校长有哪些问题 有能够遇到的困难 或者他好处在哪里 再请教您 谢谢 接着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新任的教育处处长 我们陆正威 陆处长欢迎你 主持人 三位宇坛的贵宾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南投新政府教育处长陆正威 是 谢谢 我们处长刚上任 那对教育这个区块 我想陆处长也有一些有经验 有些经历 所以对教育的工作 我想应该是不单热忱 而且他的这个学养什么都非常的好 好 那我们开宗民意来先请教一下处长 什么是课纲 我想最重要在这里 我们民众知道吗 我们的孩子知道吗 我们学校老师真的了解吗 这个课纲内容到底是什么 谢谢主持人 然后也跟各位我们相亲报告 108的课纲是从我国教育部 大概从民国93年开始的 九年一贯课程之后 后来大概一直延续到现在 已经有了15年的历史 但是这15年随着科技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 其实课纲内许多的内容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 跟现在的这个社会 或者说现在的目前时代接轨 那因此有了目前108课纲的产生 那如果说以开宗民意而言 教育部在今年的3月8号 在我们南投县的国立近南大学 邀集了全国有关于这些课纲的专家学者 他们所接触的是适性养才终身学习的理念 那他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发挥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 能够他们养成说 今天学习是一个不分时间地点空间 能够跨越说城乡的差距 所达成一个教学目的 那其中中间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 在108课纲里头从过去的七个领域 把原来的生活与科技领域把它拆开来 把科技领域单独出来了 所以其实如果说今天对于说 孩子们学习最大的内容差异 可能是加了科技领域 但是对于老师们的挑战 却是更加增加 变成老师要从过去传统的 就是依据教本的内容 我们俗称的照本这样直接上课 可能要学着更要运用科技的素材 还有科技的媒介 让孩子更有兴趣 能够更专注于说学习的内容 好谢谢处长 我想针对刚才处长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108课纲里面的 现在目前要推的这些内容 当然提到很多 提到包括的课纲里面的内容 包括教材也好 包括老师也好 包括学生也好 要怎么样去面对它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孟贵校长 您对我们现在校长跟老师 到底对科章认识有多少 其实这个教育部在三年前 就已经开始很吉利的在培训 也让大家开始认真的认识 到底科纲的精神跟内涵是什么 因为他强调是叫做素养导向的一个课程设计 所以其实这几年来不断的接受这样一个训练 学校老师也不断派老师去参加受训跟研习 所以像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现场的老师 应该都对108课纲是有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到底怎么样操作跟实施 那就是需要真的去上手 所以现在我们整个南投的国家辅导团 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方 这些工作方就是要让我们老师 真的能够秉除所有的客户 我们就专心在这个工作方里面 去深入的去了解 到底108课纲 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我们要带给孩子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 全国都已经如火如土在推动 然后也每个老师都正在做准备 那我觉得我们南投县 不管是在国家辅导团也好 或者在精进计划的部分 我们都把108课纲 视为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全部都在推动 是 所以我们对学校端 对整个108的课纲里面 都了解得很透彻 事实上我都没有遇到困难 困难点等一下请教你 我们来请教一下 让你写代议员 您针对课纲这部分 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还有你对课纲到底了解多少 好吗 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还是蛮赞的 在我基层走动很多家长 坦白讲对108课纲 真的是懵懵懂懂不清楚 只知道说 以前的不是国民义务教育9年吗 延伸到12年 就12年国民义务教育不是吗 还有一个什么108课纲 简单讲108课纲 刚刚处长有提到重点 就是将我们的一个科技 融入到我们的一个八大领域里面 那最重要的今年还带入我们的 新著名语言的课程 有强迫就是这个课程有增加 所以简单讲就像能力的导向 能够导向素养导向 所有的素养导向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知识技能 还有我们的一个观念跟价值观 是不是能够改变 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呢国小的时候呢 都是很轻松的在学习 生活与伦理基本教育 国中端就是面对我们升学压力 所以有这个考试的得分高低啊 会影响你的未来 那在高中端呢 又是比较活泼的 可以弹性的调整我们的时事 还有我们的一个社团的一个参与 坦白讲 真的是从过去的一个教育变革 一直到现在很多家长是不清楚 但是不清楚当中呢 必须要透过学校端 还有教育处这边来做一个宣导 让家长能够不用去那么惶恐 去面对 到底课纲是什么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课纲是有软硬体啦 在软体方面也就是我们老师的一个 师资的一个真人 他要面对科技 其实要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数位科技 所以过去的教师都是 过去传统的教学嘛 所以在这一方面可能要再加强 那在我们的硬体设备里面呢 我们有融入我们的科技 所以数位的科技融入 可能是未来占了我们预算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在我们的108克刚的一个导向当中呢 我觉得在国外像纽西兰 这些国度呢早就已经导入我们的一个素养导向了 他们很重视AI 很重视融入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适应能力能够提升 简单讲我用三句话就是说 所谓的108克刚就是将我们的知识技能 再加深加广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学生能够自我体验 能够自主 能够面对问题 能够自己去解决跟克服 这也是克刚设计的一个美意 据我所知啦是这样子 是 谢谢 我想不愧是我们教育小组的召集人 对克刚来讲还是蛮有研究 能够去了解蛮多的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黄议员 12年国家所谓新克刚 它是在打破天涯式的教育嘛 那事实上打破这个天涯式的教育 新的克刚里面 就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真的会让我们的孩子带来更好的学习吗 会让我们家长能够去真正的去配合吗 谢谢主持人 针对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十年就是一个教改 那记得李远哲教授 曾经也推行了这个建构式教学 结果那十年的那个学生 我看学习变成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阶段 十年那一阶段的学生 我看未来到社会竞争力可能会有差异 那么今年开始又推这个108年的新克刚 那我想这个是很好的构想 但是真的师资的这个培训真的有到位吗 那设备有真的有到位吗 我觉得是政府要去思考看看 那是不是这个108年克刚的素养导向的部分 希望政府能在准备好一点的时候再来实施 我想这个对学生对家长都适应才会比较好 但是他已经要推了 所以说这个我看还是要加紧 教育部教育处这边针对这个师资 不过因为我最近在走这个校园还是基层 那很多家长很多老师 其实对这个课纲还是懵懵懂懂 也很严重 那学生家长其实是以这个升学为导向 那这个课纲新课纲到底可以融入到升学多少 我有听说台中市的家长课后 还让他的孩子去补习 那我们南投县的学生可能就没办法 那是不是又造成整个城乡的差距以后的升学 那是不是都市的都升学都很方便 那反而我们南投县的学生要升学 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接到的资讯最重要就这一环 第一个他们在问说 如果课纲实施了之后会不会减少补习啊 结果很多家长说 那不可能还减少了一定比较多了 但是在城乡差距里面都是有地方补习 我们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纵使说我们政府 我们县政府花更多的时间去做 能够帮忙这些学生来讲 总是有限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新任的处长来也是头痛了 你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会更多了 所以这一点我再想请教一下校长 就以这个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 不可会言 因为未来他强调素养导向 那其实是一个整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 所以老师的教学要更有目标性 他的设计呢 他不能只是单纯的课本的 以前就是我给你什么样的知识 你就是照样吸收 那现在其实是要回到孩子的一个主体上 你想要学什么 我老师可能是变成一个教练 你想要什么 你适合学什么 我可能帮你做一个配套 帮你做一些规划 那你主动去学习 但是这个真的是很理想性的一个状态 那你说完全每个孩子都做得到这样子 那是我们的理想 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困难 那尤其在城乡的差距上 我觉得很多的城市的家长 很早就可能爸爸妈妈就是扮演这种教练的角色 他知道我的孩子的能力性向在哪里 所以他可能针对我的孩子去设计很多的课程 然后也用很多的资源去培养我的小孩 所以他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具备好这些素养的能力 可是我们山上的家长 他基本上所有的教育资源 他是全部放到学校 他自己在家里是没有这一块的 所以那你看这个落差就开始出现了 然后在学校我们尽量的配合 但是放学后的时间呢 孩子又回到家里 可能又是自己一个人自己的学习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学习延伸到他回家 这个就是考验我们偏乡老师的一个教学功力 是 谢谢校长 我想点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城乡差距是未来十字科刚最大的阻力 所以未来我们要怎么去突破 可能要等一下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不要离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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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